有時候錄起來,有時候講到什麼不錯啦,一段就結局啦,他就有效果啦 F1趴的空口,不可能講十分鐘,十分鐘都精采的啦,不會啦 這邊把我們弄掉一些,一直來歸打槍 好啦,那個我觀察到的啦 就是說,你有發現到這個遊戲要不斷的不斷的練習,是因為我們生根蒂固的窮的習性在身上 他已經形成一個程式的,就是說,我看到這個東西,我馬上會認定,直接反應 我的情緒會直接反應,不要 你懂嗎?我都直接反應,大部分的平凡人他,他就是,哇,好窄三千萬 他,不要 你懂,所以他就跟他三千萬的房子,絕緣了 這個兩百萬的可以 就插在這裡 那個有一種就是格局的問題啦 那個格局,還有你不想要成為有錢人 你不想要讓你自己過得更好的那個心態 沒有 都在委屈自己啦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是因為 那個窮的習性在我們身上 因為我們的家庭給我們就是如此 所以你一定要改變這個環境 也就是我的家庭給我的房子就是小間的 我長大,外面找房子,我會找小間的 我不會找大間的,很奇怪啊 老鼠有老鼠的窩啊 龍有龍的門啊 有沒有發現有錢人,他其實破產了他的孩子 或者他那個血統下來有沒有 他去外面找的房子,或者是他們住的還是不一樣 很奇怪 所以我們要知道 去改變他 然後 我們為什麼會害怕 其實手上有錢啊 金錢不是真實資產嗎 我要敢 我要去買 因為我買的是買資產 我的錢是負債呢 我錢放的是越來越少呢 為什麼越來越少 你等一下生孩子 你等一下失業的風險來了 你等一下我要開銷,你錢是越來越少 很奇怪啊 他沒有增加喔 限制收入怎麼會如此喔 你發現他錢放著會慢慢越來越少喔 這錢買入資產,房地產 或者其他的資產 你會發現到你錢沒有變越來越少 好像反了越多 因為我買的資產 他會產生收入啊 然後讓我的資產不代表 產生良性循環啊 你要記得你這一關是不遠的 是一個可以領錢的 你有資產你的收入越多 但是我 我越沒有去購入資產 我的錢越來越少啊 然後我又不斷的很奇怪的 去踏到孩子啦 資業啦 然後我就怪頭怪死 我們家的這樣 沒錢像我小孩生太多了 你知道嗎 很多人會這樣子喔 我都養你們啊 我都養你們啊 你們這麼多的就這麼大錢 不用錢 養你們就要不夠啊 是這樣嗎 你覺得 你覺得他窮是因為生孩子生很多嗎 富人也生很多 每個人生更多 所以不是這個原因 不要怪人怪死 不是 你如果經常說 那是我的孩子啊 我怪人怪死 那你這個又是一個窮行星在身上 你沒有放牆去突破 為什麼啊 絕對不是生孩子的問題 絕對不是失業的問題 遇到風險的問題 不是 然後你有發現到 大部分的人不會精算手上資金 你一開始 你出社會 你開始跟 下去跟大家 在在在現金流 這個金錢遊戲的 看誰能不能財務自由 說你的手上的資金 一塊錢都很重要 你有沒有精算好 不管在前面在中間 都有沒有精算好 他可能在前面 你可能精算到幾十塊 可能差十塊就破產了 然後你到中間 你可能要算個 你大概要算到幾千塊 你到最後面的時候 你可能錢多到你可能幾百塊 你不算了 你知道 你要這麼去算啊 你還要很清楚 你有多少錢 然後去做佈局 不然你就失衡啊 我的資產那麼少 然後我的錢進行去那麼多 他就是失衡的啊 你還記得資產不代表 收支平衡 運動關係 缺什麼 你失衡了 你沒有控制好 就是失衡 你就是沒 你就是沒辦法突破這個 你就沒辦法很快的跳出來 所以我發現到大部分人是 不夠精算他手上資金的 講我 講我白癡 不精明啊 好 然後我們 我們為什麼會有賭的心態 是 我們 我們的個性問題 我以前會有賭博的心態 該拚 可是 偶爾學一下忍 在這裡你曾經有這樣的破產 老天給你這個機會 那我學忍 忍下來 我會忍一圈 我不會浪費那二十年 忍那一圈你差到三分鐘 我不會浪費二十年 因為 剛你從新開始的時候 是人家 人生一人過二十了 你滿不小為例的 就差很多 所以快不代表快 如果我用賭博型態去偷偷投資的 不代表快 慢不代表慢 一步一腳一 你慢慢的去累積做對事情 他反而會越滾越大越快 這樣子 不要讓你的資金變成負債了 然後你要從這邊裡面第三關訓練你的精明度 然後你格局不夠的人 要想辦法有大格局 因為有大格局的人 他懂得佈局 他是在佈局 而不是被遊戲去控制的我 因為我還有情感在裡面的話 那這個遊戲是控制我 因為我不夠理性 我是因為情感而決定的不去買 不去投資 那就是感情用事的 所以沒有大格局 人家真正的投資家 人家沒有沒有放感情的 他是看數據的 OK 然後手上資金 手差不多夠 那應該怎麼佈局就怎麼佈局 是這樣子的 他連風險都伸進去啊 所以你會發現到不管我們的結果如何 我們的成績如何 我們未來幸不幸福快不快樂 有沒有自由的時間 富富富有 都是我們搞出來的 窮也是我們自己搞出來的 在這裡就看得出來的 他會搞得他很忙 奇怪明明就很輕鬆 那幹嘛搞那麼忙 為什麼他搞到他負債 破產 搞到他 他會跳出來 你會發現到 都是他自己搞出來的 因為我站在這邊看的時候 我覺得看得很清楚 很明顯 所以都是自己困住自己的 還有善事做不做 不管你用感性面去做 還是理性面去做 其實有時候做一個善事 他可能會扭轉乾坤 不要太精明 有時候錢那麼多 做一些 你會發現他就說 他不一樣的商量去做 你就說我錢那麼多 三次算了 你懂嗎 這個你們可能下次注意一下 那還有我們 我們千萬不要去害怕負債 但我可能額外支出了一個 一個遊艇啊或者是什麼 電視的開銷 不是急急忙忙去還掉那個錢 他每個人給我 我支出可能是340可能120 你記得還他 其他每個月去算 走10個月嘛加1200 你懂嗎 然後我手上資金 如果有多出來的話 我多預留那些資金 我可以用空間換取時間 你懂 我有資金 我可以去做另外一些配置 賺更多錢回來 我真的有錢 我不缺錢的時候 把搞還掉沒關係 但我不一定要先還 我不會做這件事情 除非我夠了 不然我覺得他只是一個分歧的概念而已 只是讓我千金有減少而已 我還是真的 我還不怕 我要的是我手上有多點事情 對 然後不管你去投資股票 投資房地產 你不能 一般的人 投資股票呢 都設定你 自我設定一千兩千 自我設定一百股兩百股 可能自我設定你 投資怎麼是這麼設定的 投資還是在你的自然負責裡面 你缺什麼 我的資金到哪邊 我該分配多少下去 就是下去 不是我去 肯定一千兩千 現在有錢兩千三千 我小孩在玩遊戲 附局投資怎麼會是這樣的做 你懂嗎 我房地產該有的 我企業該有的 我股票該有的 我要怎麼去做 我要去找多少 我要分配好 不然機會來了 明明是機會 那一千塊 假日還沒用 要再想 要再聽說 有人黏著 不然過去 怎麼辦 假日沒用 你懂我意思吧 格局要拉起來 你格局要拉起來 去試看看 不要讓錢困影響著你 不要說你用眼睛看起來 去布局你的資產不代表 去布局看看 你會試看看他一定有不一樣的感覺 給你帶來不一樣的 你格局會拉起來 這個是我大概點一下 你們直接跟你講 不然我們沒說 你也沒點 我就突破 你了解 好啦 所以 再練 下次第三關再練 我會把時間說懂嗎 下次的話就會說 說 七十分鐘 第三關你就 吹到出來 關掉你的時間 我只 我只